今天是2月14日 星期三 今天是情人節 我估計今年的A股和港股都會是一個情人年 所以我認為今年港股和A股都會做得比較好 上年18000至20000是有機會的 原因是中國政府方面 應該會有機會掃除一些使A股下跌的因素的操作 將一些惡意沽空的人加以限制 以至坐牢 有關這個解法 我遲些會在經濟報道有文章再解釋 其實要注意的是 所有的新興市場 都是跟著一些辦歸路的 所謂的交易規則和交易思維 它認為這樣的話 市場是健康的 其實是錯的 那就使得我們的市場 是完全被一些所謂的外資 他們龐大的資金和財技所操控 他們用機關槍 我們用小刀 所以我們一定是掛的 這個 遲些我們再去看看 其實我們這個被人餘肉的東西 是由1987年至現在 都是歷久經常有的 很多時候 我們被人餘肉後 還會認為 是我們自己錯 這樣 這個沒有八指 我遲些再寫文章去解釋 在這點裡 整體來說 今天的市場 又會跌得多些 升的反派是少些 原因是 阿爺未出手 回來之後看看阿爺出了手 這點會有些不一樣的 好了 我們看看 今天排名第一 是半導體 升不太多 就算排到第五位 都升到0.07% 所以這也是 今天意義不太難的 真正上升股 裡面來說 就是中芯國際和華雄 升得比較多 這個是阿爺喜 將會來幾年 大力扶持股票 我覺得 如果大家手上有些閒錢 不妨是少少的 趁現在這個價位 儲一些中芯和華雄 作為一個比較長線的投資 這個應該要持續 兩三年左右 中芯不止14 華雄也不止14 應該會有所增長的 再跟著農業產品 農業產品方面 其他這些 很多農業產品方面 都是銷售渠道 不是真正出產的 除了超大現代 有些東西 不過這些是需要長遠的 才可以去做得好 意思是有收成的 而且這些要做的話 不是你的規模要大 而是科技要先進 不要以為是手機要科技 現在所有農業耕作都要去科技 媒體方面 都是很細小的股票 對大股影音不大 而是工商和專業服務 不然 細小的股票 又是飲品不大 接著食物和食物 又是飲品 也是很細小的 所以很難說 至於蒼蘇蘭古茶 一般的茶 很難聽 你喜歡的 可以賣到 一餅的玻璃茶 可以賣到六百萬 你不喜歡的 出廠價是過三元一餅 當然 這是以前的 好 接著 今天的大股市 是挺好的 是 非常好 好 好在於 它站在保利加通道的中族上 還有現在的價格 是高過過年前的收市價格 保利加通道中族 是157 0.7 現在是157.99 所以如果今天的收市 還是起157.07 或者是157.08 因為157.07.9 多 157.08 的話 那就好 好 我們需要留意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這個 這個 是不是 一底 高於一底 呢 我們現在盼望的 就會有一個 一頂 高於一頂的東西 再上去的話 這個就是162至165 因為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164 所以我將會要求 就去到165 這個最低消費 如果它能夠可以是 再升高一點點 這個以前一直都說 162這個位置 是比較重要的 是因為很多的是 這個之前的支潮位置 假如它升高了162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覺得 這個再升上去165 是可以可以的 再上165之後呢 去到這個 是 175 是可以的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是會 今年 大約應該是 3月4月之前 所以 恒生指數 是會站在這個位置 19,000 或者 如果 弱雞一些 都站在這個位置 18,000 這個就是 之前的底 現在變成阻力 之前的是頂 又是頂 又是頂 好少少的是 19,000 然後 如果還好少少呢 那 我們應該可以去 至少 我自己覺得 很好地 挑戰這個水平 那就是2萬 如果2萬突破了的話 那我就可以說 very good 那 這個 這個是 下降軌 第一條下降軌 這個是 第二條下降軌 交集點 是大約175度 175度 也是差不多這些水平 175度 這水平 那 線好像多些 其實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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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 保理家通道 中逐 1570 8 再看 上到這裡 是 16 0 162 然後 165 然後 172 有人說 發夢 市場 為何可以這樣升 原因 遲少少 大家去了解 因為 世事常變 那就不用理會 那麼多了 那 我們看看 今天的板塊 基本如何呢 很多都是 有些升 有些跌 若名 所有的藥股 現在美國都可以打壓藥股 所以最近的藥股 將會是藥股 除非買回一些 同仁糖 國藥 這些自家的藥股 那就不要搞那麼多 是新科技藥物 一定被 外國打壓你的 那就要 想想 有貨的 看看 好嗎 好了 那我們再跟著看看